撒摩尔记下第一章 扫罗死后,大魏击沙亚玛利人回来,在喜哥拉住了两天。 第三天,现有一人从扫罗的营里出来,衣服撕裂,投蒙灰尘,到大魏面前伏地叩拜。 大魏问他说,你从哪里来?他说,我从以色列的营里逃来。 大魏又问他说,事情怎样? 请你告诉我,他回答说,百姓从镇上逃跑,也有许多人扑倒死亡,扫罗和他儿子约拿丹也死了。 大魏问报信的少年人说,你怎么知道扫罗和他儿子约拿丹死了呢? 报信的少年人说,我偶然到基里波山,看见扫罗扶在自己枪上,有战车,马兵紧紧地追他。 他回头看见我就呼叫我,我说,我在这里。 他问我说,你是圣魔人,我说,我是亚玛利人。 他说,请你来,将我杀死,因为痛苦抓住我,我的生命尚存。 我准知他扑倒壁不能活,就去将他杀死,把他头上的冠冕,壁上的镯子拿到我主这里。 大魏就撕裂衣服,跟随他的人也是如此。 而且悲哀哭号,近时到晚上,是因扫罗和他儿子约拿丹,并耶和华的民以色列家的人倒在刀下。 大魏问报信的少年人说,你是哪里的人? 他说,我是亚玛利克人的儿子。 大魏说,你身手杀害耶和华的受高者,怎么不畏惧呢? 大魏叫了一个少年人来,说,你去杀他吧。 大魏对他说,你留人写的罪归到自己的头上,因为你亲口做见证说,我杀了,耶和华的受高者,少年人就把他杀了。 大魏做哀歌,吊扫罗和他儿子约拿丹,且吩咐将这歌教导由大人。 这歌名叫公歌,正写在亚沙尔书上。 歌中说,以色列啊,你的美容者在你高处被杀,大英雄何尽死亡? 不要在加特报告,不要在亚什基伦街上传扬,免得非利式的女子欢乐,免得未受割礼之人的女子金夸。 激励波山啊,愿你们那里没有雨落,愿你们田地无土产可做公物。 因为英雄的盾牌在那里被乌丢弃,扫罗的盾牌彭扶未曾抹油。 约拿丹的弓箭,飞流,被杀者的血不退缩,扫罗的刀剑,飞剖勇士的油不受毁。 扫罗和约拿丹活时相悦相爱,死时也不分离,他们比英更快,比世子还强。 以色列的女子啊,你们当为扫罗哭号。 他曾使你们穿珠红色的美衣,使你们衣服有黄金的装饰。 英雄和静在镇上扑倒,约拿丹啊,你和静在你高处被杀。 我兄约拿丹啊,我为你悲伤,我甚喜悦你。 你向我发的爱情奇妙非常,过于妇女的爱情。 英雄和静扑倒,占据和静灭媒。 撒末尔记下第二章。 此后,大卫问,耶和华说,我上犹大的一个城区可以吗? 耶和华说,可以。 大卫说,我上哪一个城区呢? 耶和华说,上西伯伦去。 于是,大卫和他的两个妻,一个是耶稣列人亚西暖, 一个是做过加密人,拿八妻的亚比该都上那里去了。 大卫也将跟随他的人和他们个人的眷属一同带上去, 住在西伯伦的城医中。 犹大人来到西伯伦,在那里高大卫做犹大家的王。 有人告诉大卫说,藏买扫罗的是雅比基列人。 大卫就差人去献雅比基列人,对他们说, 你们后代你们的主扫罗将他藏买。 愿耶和华赐福于你们。 你们记行了这时,愿耶和华以慈爱诚实待你们, 我也要为此厚待你们。 现在你们的主扫罗死了, 犹大家已经高我做他们的王, 所以你们要刚强奋勇。 扫罗军队的元帅尼尔的儿子亚尼尔, 曾将扫罗的儿子伊师波社带过河, 到马哈涅,立他作王,智里基列,亚书利, 耶斯列,以法连,变雅敏和以色列众人。 扫罗的儿子伊师波社登基的时候, 年四十岁,做以色列王二年, 唯独犹大家归从大卫。 大卫在西伯伦做犹大家的王, 共七年零六个月。 尼尔的儿子亚尼尔和扫罗的儿子伊师波社的仆人, 从马哈涅出来往基辩去。 西伯雅的儿子约亚和大卫的仆人也出来, 在几遍池旁与他们相遇, 一般坐在池这边,一般坐在池那边。 亚尼尔对约亚说, 让少年人起来,在我们面前戏耍吧, 约亚说,可以。 就按着定数起来, 属扫罗儿子伊师波社的汴雅敏人过去十二名, 大卫的仆人也过去十二名, 彼此揪头,用刀刺类一同扑倒。 所以,那地叫做西里甲哈苏林就在击变。 那日的战事凶猛, 亚尼尔和以色列人败在大卫的仆人面前。 在那里有西鲁亚的三个儿子, 约亚、亚比筛、亚撒黑。 亚撒黑脚快如也张鹿一般, 亚撒黑追赶亚尼尔, 直追赶他不偏左右。 亚尼尔回头说, 你是亚撒黑吗? 回答说,是。 亚尼尔对他说, 你或转向左转向右, 拿住一个少年人拨去他的盔甲, 亚撒黑却不肯转开, 不追赶他。 亚尼尔又对亚撒黑说, 你转开不追赶我吗? 我何必杀你呢? 若杀你, 有甚魔脸, 献你哥哥约压呢? 亚撒黑仍不肯转开。 故此, 亚尼尔就用枪尊刺入他的肚腹, 甚至枪从背后透出, 亚撒黑就在那里扑倒而死。 众人赶到亚撒黑扑倒而死的地方, 就都站住。 约压和亚比山追赶亚尼尔, 日落的时候, 到了通机遍旷野的路旁, 驾对面的亚马山。 遍雅敏人聚集, 跟随亚尼尔站在一个山顶上。 亚尼尔呼叫约压说, 刀剑岂可永远杀人吗? 你岂不知终久必有苦处吗? 你要等何时才叫百姓回去, 不追赶弟兄呢? 约压说, 我指着永生的神奇事, 你若不说戏耍的那句话, 今日早晨, 百姓就回去, 不追赶弟兄了。 于是约压吹号, 众民就站住, 不再追赶以色列, 也不再打仗了。 亚尼尔和跟随他的人, 整夜经过平原, 过约旦河, 走过碧伦, 到了马哈念。 约压追赶亚尼尔回来, 聚集众民, 献大卫的仆人中缺少了十九个人和亚撒黑。 但大卫的仆人, 杀了遍亚敏人和跟随亚尼尔的人, 共三百六十名。 众人将亚撒黑送到伯利恒, 葬在他父亲的坟墓里。 约压和跟随他的人走了一夜, 天亮的时候到了西伯伦。 撒摩尔记下第三章, 扫罗加和大卫加征战许久, 大卫加日渐强盛, 扫罗加日渐衰弱。 大卫在西伯伦得了几个儿子, 长子暗嫩是耶稣列人亚西卵所生的, 次子基利亚是做过加密人拿巴的七亚比该所生的, 三子亚沙龙是基数王达买的女儿玛加所生的, 次子亚多尼亚是哈吉所生的, 五子士法提亚是亚比他所生的, 六子以特念是大卫的七以格拉所生的, 大卫这六个儿子都是在西伯伦生的。 扫罗加和大卫加征战的时候, 亚尼尔在扫罗加大有权势, 扫罗有一妃嫔, 名叫利斯巴,是艾亚的女儿。 一日,医师波社对亚尼尔说, 你为什么与我父的妃嫔同房呢? 亚尼尔医师波社的话就慎发怒, 说,我岂是犹大的狗头呢? 我恩待你赴扫罗的家和他的弟兄, 朋友,不将你交在大卫手里, 今日你竟为这妇人责备我吗? 我若不照着耶和华启示应许大卫的话行, 愿神重重地降伐于我。 就是废去扫罗的国, 建立大卫的位, 使他治理以色列和犹大, 从但直到别是罢。 医师波社惧怕亚尼尔, 不敢回答一句。 亚尼尔打发人去献大卫, 替他说, 这国归谁呢? 又说, 你与我立约, 看啊, 我必帮助你, 是以色列人都归服你。 大卫说, 好, 我与你立约, 但有一件, 你来见我面的时候, 若不将扫罗的女儿迷甲带来, 必不得献我的面。 大卫就打发人去献扫罗的儿子, 医师波社, 说, 你要将我的七米甲归还我, 它是我从前用一百菲利士人的包皮所聘定的。 医师波社就打发人去, 将米甲从拉义的儿子, 他丈夫帕铁那里接回来。 米甲的丈夫跟着他, 一面走一面哭, 直跟到巴虎林。 亚尼尔说, 你回去吧, 帕铁就回去了。 亚尼尔对以色列长老说, 从前你们愿意大卫做王治理你们, 现在你们可以照心愿而行。 因为耶和华曾论到大卫说, 我必及我仆人大卫的手, 就我民以色列脱离菲利士人和众仇敌的手。 亚尼尔也用这话说给汴亚敏人听, 又到西伯伦, 将以色列和汴亚敏全家一切所喜悦的事说给大卫听。 亚尼尔带着二十个人来到西伯伦县大卫, 大卫就为亚尼尔和他带来的人赦百言行。 亚尼尔对大卫说, 我要起身去招聚以色列众人来献我主我王, 与你立约, 你就可以照着心愿作王。 于是大卫送亚尼尔去, 亚尼尔就平平安安地去了。 约亚和大卫的仆人追赶敌军, 正带回许多的略物。 那时, 亚尼尔不在西伯伦大卫那里, 因大卫已经送他去, 他也平平安安地去了。 约亚和跟随他的全军到了, 就有人告诉约亚说, 尼尔的儿子亚尼尔来献王, 王送他去, 他也平平安安地去了。 约亚去献王说, 你所做的是甚魔呢? 看啊, 亚尼尔来献你, 你为何送他去, 他就踪影不见了呢? 你当晓得, 尼尔的儿子亚尼尔来是要欺哄你, 要知道你的出入和你一切所行的事。 约亚从大卫那里出来, 就打发人去追赶亚尼尔, 在希腊井追上他, 将他带回来, 大卫却不知道。 亚尼尔回到西伯伦, 约亚领踏到城门的瘟洞, 假作要与他说机密话, 就在那里刺透他的肚腹, 他便死了。 这是暴杀他兄弟亚撒黑的血仇。 大卫听见了, 就说, 留尼尔的儿子亚尼尔的血, 这罪在耶和华面前必永不归我和我的国。 愿留他写的罪归到约亚头上和他父的全家, 又愿约亚家不断有患漏症的, 长大麻疯的, 驾拐而行的, 被刀杀死的, 缺乏饮食的。 约亚和他兄弟亚比筛杀了亚尼尔, 是因亚尼尔在鸡变征战的时候, 杀了他们的兄弟亚撒黑。 大卫对约亚和跟随他的众人说, 你们当撕裂衣服, 妖术麻布, 在亚尼尔关前哀哭, 大卫王自己也跟在关后。 他们将亚尼尔葬在西伯伦, 王在亚尼尔的墓旁放声而哭, 众民也都哭了。 王为亚尼尔哀哭, 说, 亚尼尔和镜像鱼丸人死呢? 你手未曾捆绑, 脚未曾锁住, 你死, 如人死在恶人手下一样。 于是众民又为亚尼尔哀哭。 日头未落的时候, 众民来劝大卫用餐, 但大卫启示说, 我若在日头未落以前吃饼或吃别物, 愿神重重地降伐于我。 众民知道了就都喜悦, 凡王所行的众民无不喜悦。 那日, 以色列众民才知道 杀尼尔的儿子亚尼尔并非处于王意。 王对他臣仆说, 你们岂不知, 今日以色列中死了一个做元帅的大丈夫吗? 我虽然寿高未亡, 今日还是软弱, 这习鲁亚的两个儿子比我刚强。 愿, 耶和华照着恶人所行的恶报应他。 撒末尔记下第四章, 扫罗的儿子伊什波舍听见 亚尼尔死在西伯伦, 手就发软, 以色列人也都惊慌。 扫罗的儿子伊什波设有两个军长, 一名巴拿, 一名利甲, 是汴雅敏之派, 比路人临门的儿子。 比路也属汴雅敏。 比路人早先逃到吉他因, 在那里寄居, 直到今日。 扫罗的儿子约拿丹, 有一个儿子, 名叫米菲波舍, 是瘸腿的。 扫罗和约拿丹死亡的消息, 从耶稣列传到的时候, 他才五岁。 他如母抱着他逃跑, 因为跑得太急, 孩子掉在地上, 腿就瘸了。 一日, 比路人临门的两个儿子 利甲和巴拿出去, 约在午热的时候 到了伊什波舍的家, 伊什波舍正睡午觉。 他们进了房子, 假作要取麦子, 就刺透伊什波舍的杜妇, 然后利甲和他兄弟巴拿 都逃跑了。 他们进房子的时候, 伊什波舍正在卧房里 躺在床上, 他们将他杀死, 割了他的手脊, 拿着手脊在平原走了一夜。 将伊什波舍的手脊 拿到西波伦县大卫王, 说, 王的仇敌扫罗 曾寻所王的性命。 看啊, 这是他儿子伊什波舍的手脊, 耶和华今日为我主我王 在扫罗和他后裔的身上报了仇。 大卫对比路人临门的儿子利甲 和他兄弟巴拿说, 我指着救我性命脱离一切苦难, 永生的耶和华骑士。 从前有人报告我说, 看啊, 扫罗死了, 他自以为报好消息, 我就拿住他, 将他杀在喜格拉, 这就做了他报消息的赏赐。 何况恶人将一人杀在他的床上, 我岂不向你们讨留他写的罪, 从世上除灭你们呢? 于是, 大卫吩咐少年人将他们杀了, 砍断他们的手脚, 挂在西波伦的池旁, 却将伊什波舍的手脊, 葬在西波伦亚尼尔的坟墓里。 以色列众之派来到西波伦县大卫, 说, 请看, 我们原是你的骨肉。 从前扫罗做我们王的时候, 在以色列中率领人出入的是你, 耶和华也曾应许你说, 你必牧养我的民以色列, 做以色列的君。 于是, 以色列的长老都来到西波伦县大卫王, 大卫在西波伦, 耶和华面前与他们立约, 他们就高大卫做以色列的王。 大卫登基的时候年三十岁, 在位四十年。 在西波伦做犹大王七年零六个月, 在耶路撒冷做以色列和犹大王三十三年。 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到了耶路撒冷, 要攻打住那地的耶布斯人。 耶布斯人对大卫说, 你若不敢出瞎子、瘸子, 必不能进这地, 心里想, 大卫绝不能进去。 然而, 大卫攻取西安的保障, 就是大卫的城。 当日, 大卫说, 谁上水沟攻打耶布斯人, 就是那些我心里所恨恶的瘸子, 下子, 谁就做首领元帅, 所以他们说, 下子, 瘸子总不能进屋去。 大卫住在保障里, 给保障起名叫大卫城。 大卫又从米罗以内, 周围住墙。 大卫日渐强盛, 因为耶和华大军之, 神与他同在。 推罗王西兰将香柏木运到大卫那里, 又拆遣使者和木家, 使将给大卫建造宫殿。 大卫就知道, 耶和华监力他做以色列王, 又为自己的民以色列使他的国兴旺。 大卫离开西伯伦之后, 在耶路撒冷又立后妃, 又生儿女。 在耶路撒冷所生的儿子是沙姆亚, 硕霸, 拿丹, 所罗门。 异霞, 以利舒亚, 尼腓, 亚非亚, 以利沙玛, 以利亚大, 以利法列。 非利士人听见人高, 大卫做以色列王, 非利士众人就上来寻索大卫, 大卫听见就下到保障。 非利士人来了, 不散在历发阴谷。 大卫求问, 耶和华说, 我可以上去攻打非利士人吗? 你将他们交在我手里吗? 耶和华说, 你可以上去, 我必将非利士人交在你手里。 大卫来到巴利皮拉辛, 在那里击杀非利士人, 说, 耶和华在我面前冲破敌人, 如同水冲去一般, 因此撑那地方为巴利皮拉辛。 非利士人将重巷撇在那里, 大卫和跟随他的人焚烧了。 非利士人又上来, 不散在历发阴谷。 大卫求问, 耶和华, 耶和华说, 你不要一直递上去, 倒要转到他们后头, 从桑林对面攻打他们。 你听见桑树梢上有脚步的声音, 就要急速前去, 因为那时, 耶和华已经在你前头, 去攻打非利士人的军队。 大卫就遵着, 耶和华所吩咐的去行, 攻打非利士人, 从加巴直到基瑟。 撒末尔记下第六章, 大卫又聚集以色列中所有挑选的人三万。 大卫起身, 率领跟随他的众人前往, 要从巴拉尤大将神的约柜运来。 这约柜就是住在二基路伯中间大军支, 耶和华留名的约柜。 他们将, 神的约柜从基比亚亚比拿达的家里抬出来, 放在新车上, 亚比拿达的两个儿子乌萨和亚西约赶着新车。 他们将神的约柜从基比亚亚比拿达家里抬出来的时候, 亚西约在柜前行走。 大卫和以色列的全家在, 耶和华面前用松木制造的各样乐器和琴、色、鼓、脚、螺做乐跳舞。 到了拿根的河长, 因为牛抖动约柜, 乌萨就伸手扶住神的约柜。 神耶和华向乌萨发怒, 因着错误击杀他, 他就死在神的约柜旁。 大卫因耶和华宠杀乌萨, 心里愁烦, 就称那地方未皮烈丝乌萨, 直到今日。 那日,大卫惧怕耶和华, 说耶和华的约柜怎可运到我这里来。 于是大卫不肯将耶和华的约柜运进大卫的城, 却运到加特人俄别以东的家中。 耶和华的约柜在加特人俄别以东家中三个月, 耶和华赐福给俄别以东和他的全家。 有人告诉大卫王说, 耶和华因为神的约柜赐福给俄别以东的家和一切, 属他的, 大卫就去欢欢喜喜地降, 神的约柜从俄别以东家中抬到大卫的城里。 抬, 耶和华约柜的人走了六步, 大卫就献牛与肥处未尽。 大卫穿着细麻布的乙夫德, 在耶和华面前极力跳舞。 这样, 大卫和以色列的全家欢呼吹号, 将耶和华的约柜抬上来。 耶和华的约柜进了大卫城的时候, 扫罗的女儿, 尼甲从窗户里观看, 献大卫王在耶和华面前踊跃跳舞, 心里就轻视他。 众人将耶和华的约柜请进去, 安放在所预备的地方, 就是在大卫所搭的帐篷里。 大卫在耶和华面前献凡祭和平安祭。 大卫刚献完了凡祭和平安祭, 就奉大卫之耶和华的民给民祝福, 并且分给以色列众人, 无论男女, 每人一个饼, 一块肉, 一壶酒, 众人就各回各家去了。 大卫回家要给眷属祝福, 扫罗的女儿米甲出来迎接他, 说, 以色列王今日在陈仆的婢女眼前露体, 如同一个轻贱人无耻露体一样, 是何等大的荣耀啊。 大卫对米甲说, 这是曾在耶和华面前, 就是他在你父和他全家面前拣选了我, 立我做耶和华民以色列的官长, 所以我必在耶和华面前跳舞, 并且我还要比这更加卑微, 自己看为轻贱你所说的那些婢女, 他们倒要尊敬我。 故此, 扫罗的女儿米甲直到死日没有生养儿女。 撒摩尔记下第七章, 那时王住在自己宫中, 耶和华就使他安静, 不被四围的一切仇敌扰乱。 那时王对先知拿丹说, 看啊, 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 神的约柜返在帽子里。 拿丹对王说, 你可以照你的心意而行, 因为耶和华与你同在。 当夜, 耶和华的话临到拿丹说, 你去告诉我仆人大卫, 说, 耶和华如此说, 你岂可建造殿宇给我居住呢? 自从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 我未曾住过殿宇, 常在会幕和账目中行走。 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地方, 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适师, 就是我吩咐牧养我民以色列的说, 你们为何不给我建造香柏木的殿宇呢? 现在, 你要告诉我仆人大卫, 说大军之, 耶和华如此说, 我从阳篮中将你召来, 叫你不再跟从阳群, 立你做治理我民以色列的。 你无论往哪里去, 我常与你同在, 剪除你的一切仇敌, 使他们不在你眼前, 又使你得了大名, 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样。 并且, 我必为我民以色列选定一个地方, 栽培他们, 使他们住自己的地方, 不再迁移, 凶恶之子也不像从前扰害他们, 并不像我命逝师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时候一样。 我必使你安静, 不被一切仇敌扰乱, 并且我耶和华应许你, 必为你建立家世。 你收书满足, 与你列祖同税的时候, 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 我也必坚定他的国。 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 我必坚定他的国位, 直到永远。 我要做他的父, 他要做我的子, 他若犯罪, 我必用人的杖则打他, 用人的鞭则罚他。 但我的慈爱仍不离开他, 像离开在你面前所废弃的扫罗一样。 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你面前永远坚立, 你的宝座也必坚定, 直到永远。 拿丹就按这一切话, 照这一项告诉大卫。 于是大卫王进去, 坐在耶和华面前, 说, 主耶和华啊, 我是谁, 我的家算甚魔, 你竟使我到这地步呢? 主耶和华啊, 这在你眼中还看位小, 又应许你仆人的家置于求援。 主耶和华啊, 这岂是人所常遇的是吗? 主耶和华啊, 我还有何言可以对你说呢? 因为你知道你的仆人, 你行了这大事, 使你的仆人知道, 是因你所应许的话, 也是照你的心意。 耶和华神啊, 你本位大, 照我们耳中听见, 没有可比你的, 除你以外再无, 神, 世上有何民能比你的民以色列呢? 神从埃及救赎他们做自己的子民, 又在你赎出来的民面前, 行大而可畏的事, 驱逐列邦人和他们的众神, 显出你的大名。 你曾建立你的民以色列做你的子民, 直到永远, 你耶和华也做了他们的神。 耶和华神啊, 你论到你仆人和仆人家所说的话, 求你坚定, 直到永远, 照你所说的而行。 愿人永远遵你的名为大, 说, 大君知, 耶和华是治理以色列的, 神, 这样, 你仆人大位的家必在你面前建立。 大君知, 耶和华以色列的, 神啊, 因你启示你的仆人说, 我必为你建立家事, 所以你仆人在他心里向你如此祈祷。 主耶和华啊, 唯有你是神, 你的话是真实的, 你也应许将这福气赐给你仆人, 现在求你赐福与你仆人的家, 可以永存在你面前。 主耶和华啊, 这是你所应许的, 愿你永远赐福与你仆人的家。 撒摩尔记下第八章, 此后, 大华攻打非力士人, 把他们制服, 从他们手下夺取了马符, 加马。 他又攻打摩鸭, 使他们躺卧在地上, 用绳梁一梁, 梁二绳地杀了, 梁一绳地存留。 摩鸭人就臣服大卫, 给他进贡。 索巴王力和的儿子哈达底线往右发拉底河去, 要夺回他的境界。 大卫就攻打他。 秦拿了他的战车一千, 马兵七百, 步兵二万, 将拉战车的马砍断提金, 但留下一百辆车的马。 大马士革的叙利亚人来帮助索巴王哈达底线, 大卫就杀了叙利亚人二万二千。 于是, 大卫在大马士革的叙利亚设立防营, 叙利亚人就臣服大卫, 给他进贡。 大卫无论往哪里去, 耶和华都使他蒙保守。 他夺了哈达底线臣仆所拿的金盾牌, 带到耶路撒冷。 大卫王又从属哈达底线的比他和比罗他城中夺取了许多的铜。 哈马王陀一听见大卫杀败哈达底线的全军, 就打发他儿子约兰去献大卫王问他的安, 为他祝福, 因为他杀败了哈达底线, 原来脱移于哈达底线常常征战。 约兰带了金银铜的器皿来。 大卫王将这些器皿和他制服各国所得来的金银都分别为胜, 献给耶和华。 就是从叙利亚、摩亚、亚门、菲利士、亚马利人所得来的, 以及从所巴王立和的儿子哈达底线所掠之物。 大卫在严谷击杀了叙利亚一万八千人回来, 就得了大名。 他又在以东全地设立防营, 以东人就都臣服大卫。 大卫无论往哪里去, 耶和华都使他蒙保守。 大卫做以色列众人的王, 又向众民秉公行义。 西鲁亚的儿子约亚做元帅, 亚西律的儿子约沙法做使官。 亚西图的儿子撒都和亚比亚他的儿子亚西米勒做祭司长, 希莱亚做书记。 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亚统辖基利提人和比利提人。 大卫的众子都做领袖。 撒摩尔记下第九章。 大卫问说,扫罗家还有剩下的人没有? 我要因约拿丹的缘故向他施恩。 扫罗家有一个仆人, 名叫喜巴。 有人叫他来献大卫。 王问他说, 你是喜巴摩? 回答说, 你仆人是。 王说, 扫罗家还有人没有? 我要照神的慈爱恩待他。 喜巴对王说, 还有约拿丹的一个儿子是瘸腿的。 王说, 他在哪里? 喜巴对王说, 他正在罗底巴亚米利的儿子玛吉加里。 于是, 大卫王打发人去, 从罗底巴亚米利的儿子玛吉加里照了他来。 扫罗的孙子, 约拿丹的儿子米妃波摄来见大卫, 伏地叩拜。 大卫说, 米妃波摄, 米妃波摄说, 你的仆人在此。 大卫对他说, 不要惧怕。 我必因你父亲约拿丹的缘故, 施恩于你, 将你祖父扫罗的一切地都归还你, 你也可以尝与我同袭吃饼。 米妃波摄又叩拜, 说, 你的仆人算甚魔, 不过如死狗一般, 竟蒙王这样眷顾。 王召了扫罗的仆人喜巴来, 对他说, 我已将属扫罗和他的一切家产都赐给你主人的儿子了。 你和你的仲子, 仆人要为你主人的儿子米妃波摄耕种地土, 把所产的拿来供他食用, 他却要尝与我同袭吃饼。 喜巴有十五个儿子, 二十个仆人。 喜巴对王说, 凡我主我王吩咐仆人的, 你仆人都必遵行。 王又说, 米妃波摄必与我同袭用餐, 如王的儿子一样。 米妃波摄有一个小儿子, 名叫米家。 凡住在喜巴家里的人都做了米妃波摄的仆人。 于是米妃波摄住在耶路撒冷。 因他常与王同袭用餐, 他两腿都是瘸的。 撒摩尔记下第十章。 此后, 亚门人的王死了, 他儿子哈嫩接续他做王。 大卫说, 我要召哈嫩的父亲拿下后代我的恩典, 后代哈嫩。 于是大卫差遣臣仆, 为他丧父安慰他。 大卫的臣仆到了亚门人的境内。 但亚门人的首领对他们的主哈嫩说, 大卫差人来安慰你, 你想, 他是尊敬你父亲吗? 他差臣仆来不是想查窥探, 要轻负这城吗? 哈嫩便将大卫臣仆的胡须剔取一半, 又割断他们下半截的衣服, 使他们露出豚骨, 打发他们回去。 有人告诉大卫, 他就差人去迎接他们, 因为他们甚觉羞耻, 告诉他们说, 可以住在耶利哥, 等到胡须长起再回来。 亚门人知道自己在大卫面前有臭名, 就打发人去, 招募伯利河的叙利亚人和索巴的叙利亚人, 步兵二万, 与马家王的人一千, 以时, 驼伯的人一万二千。 大卫听见了, 就拆派约鸦统带勇猛的全军出去。 亚门人出来, 在城门入口前摆阵, 索巴与利河的叙利亚人和以时驼伯并马家人, 另在郊野摆阵。 约鸦看见敌人在他前后摆阵, 就从以色列军中挑选精兵, 使他们对着叙利亚人摆阵。 其余的兵交与他兄弟亚比塞, 对着亚门人摆阵。 约鸦对亚比塞说, 叙利亚人若强过我, 你就来帮助我, 亚门人若强过你, 我就去帮助你。 我们都当钢墙, 为本国的民和神的诚意做大丈夫。 愿耶和华凭他的意志而行, 于是, 约鸦和跟随他的人前进攻打叙利亚人, 叙利亚人在约鸦面前逃跑。 亚门人献叙利亚人逃跑, 他们也在亚比塞面前逃跑进城。 约鸦就离开亚门人那里, 回耶路撒冷去了。 叙利亚人献自己被以色列打败, 就又聚集。 哈达底线差遣人, 将大河那边的叙利亚人调来。 他们到了西兰, 哈达底线的将军说法率领他们。 有人告诉大魏, 他就聚集以色列众人过约旦河来到西兰。 叙利亚人迎着大魏摆阵与他打仗。 叙利亚人在以色列面前逃跑, 大魏杀了叙利亚七百辆战车的人四万马兵, 又击杀他们死在那里的将军说法。 蜀哈达底线的朱王县自己被以色列打败, 就与以色列和好, 归附他们。 于是, 叙利亚人不敢再帮助亚门人了。 撒摩尔记下第十一章。 过了一年, 到猎王出战的时候, 大魏又拆牌约压, 率领陈仆和以色列众人出战。 他们就打败亚门人, 围攻拉巴。 大魏仍住在耶路撒冷。 一日傍晚, 大魏从床上起来, 在王宫的坪顶上行走, 看见一个妇人沐浴, 容貌甚美。 大魏就差人打听那妇人是谁。 有人说, 她是以莲的女儿赫人乌利亚的七把世霸。 大魏差人去, 将妇人接来, 那时她的月经才得洁净。 她来了, 大魏与她同勤, 她就回家去了。 于是她怀了孕, 打发人去告诉大魏说, 我怀了孕。 大魏差人到约压那里, 说, 你打发赫人乌利亚, 到我这里来, 约压就打发乌利亚去献大魏。 乌利亚来了, 大魏问约压好, 也问兵好, 又问征战的是怎样。 大魏对乌利亚说, 你回家去, 洗洗脚吧。 乌利亚出了王宫, 随后王送她一份食物。 乌利亚却和她主人的仆人 一同睡在宫门外, 没有回家去。 有人告诉大魏说, 乌利亚没有回家去, 大魏就问乌利亚说, 你从远路上来, 为什么不回家去呢? 乌利亚对大魏说, 约柜和以色列与游大兵 都住在棚里, 我主约压和我主的仆人 都在田野安营, 我岂可回家吃喝, 与妻子同寝呢? 我指着王和王的性命起事, 我绝不行这事。 大魏对乌利亚说, 你今日仍住在这里, 明日我打发你去, 于是乌利亚那日和次日 住在耶路撒冷。 大魏召了乌利亚来, 叫他在自己面前吃喝, 使他喝醉。 到了晚上, 乌利亚出去与他主的仆人 一同住宿, 还没有回到家里去。 次日早晨, 大魏写信与约压, 交乌利亚随手带去。 信内写着说, 要派乌利亚前进, 到镇室极显之处, 你们便退后, 使他被杀。 约压关城的时候, 知道敌人那里有勇士, 便将乌利亚派在那里。 城里的人出来和约压打仗, 大魏的仆人中有几个被杀的, 赫人乌利亚也死了。 于是, 约压差人去将征战的一切事告诉大魏, 又嘱咐使者说, 你把征战的一切事对王说完了。 王若发怒, 问你说, 你们打仗为什么挨进城墙呢? 岂不知敌人必从城上射箭吗? 从前打死耶路巴射儿子亚比米勒的是谁呢? 岂不是一个妇人从城上抛下一块上抹石来, 打在他身上, 他就死在提贝斯吗? 你们为什么挨进城墙呢? 你就说, 你的仆人赫人乌利亚也死了。 于是使者起身, 来献大魏照着约压所差他的奏告大魏。 使者对大魏说, 敌人强过我们, 出道郊野与我们打仗, 我们追杀他们, 直到城门入口。 射箭的从城上射王的仆人, 射死几个, 你的仆人赫人乌利亚也死了。 王向使者说, 你告诉约压说, 不要因这事愁闷, 刀剑或吞灭这人, 或吞灭那人, 没有一定的。 你只管竭力功成, 将成亲父, 可以用这话勉力约压。 乌利亚的妻, 听见丈夫乌利亚死了, 就为他哀哭。 哀哭的日子过了, 大魏差人将他接到宫里, 他就做了大魏的妻, 给大魏生了一个儿子。 但大魏所行的这事, 耶和华并不喜悦。 撒摩尔记下第十二章, 耶和华差遣拿丹去献大魏。 拿丹到了大魏那里, 对他说, 在一座城里有两个人, 一个是富户, 一个是穷人。 富户有许多牛群羊群, 穷人除了所买来养活的一只小母绵羊羔之外, 别无所有。 羊羔在他家里和他儿女一同长大, 吃他所吃的, 喝他所喝的, 睡在他怀中, 在他看来如同女儿一样。 有一客人来到这富户家里, 富户舍不得从自己的牛群羊群中 取一只预备给客人吃, 却取了那穷人的绵羊羔, 预备给客人吃。 大魏就甚恼怒那人, 对拿丹说, 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事, 行了这事的人该死。 他必偿还绵羊羔四倍, 因为他行这事, 没有连续的心。 拿丹对大魏说, 你就是那人。 耶和华以色列的, 神如此说, 我高你做以色列的王, 就你脱离扫罗的手。 我将你主人的家业赐给你, 将你主人的妻娇在你怀里, 又将以色列和犹大家赐给你, 你若还以为不足, 我早就加倍地赐给你。 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 行他眼中看慰恶的事呢? 你借亚门人的刀杀害赫人乌利亚, 又取了他的七尾妻。 你既藐视我, 取了赫人乌利亚的七尾妻, 所以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 耶和华如此说, 看啊, 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 我必在你眼前把你的妃嫔赐给你的邻居, 他在这日光之下就与他们同情。 你在暗中行这事, 我却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 日光之下, 报应你。 大卫对拿丹说, 我得罪耶和华了, 拿丹说, 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 你必不至于死。 只是你行这事, 叫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 故此, 你所得的孩子必定要死。 拿丹就回家去了, 耶和华击打乌利亚七给大卫所生的孩子使他得重病。 所以大卫为这孩子恳求, 神, 而且进食, 进入内室, 中夜躺在地上。 他家中的老臣来到他旁边, 要把他从地上扶起来, 他却不肯起来, 也不同他们吃饼。 到第七天, 孩子死了。 大卫的臣仆不敢告诉他孩子死了, 因他们说, 看哪, 孩子还活着的时候, 我们劝他, 他尚且不肯听我们的话, 若告诉他孩子死了, 岂不更加忧伤吗? 大卫献臣仆低声耳语, 就知道孩子死了。 大卫问臣仆说, 孩子死了吗? 他们说, 死了。 大卫就从地上起来, 沐浴抹膏换了衣服, 进耶和华的电竞拜。 然后他回宫, 他既吩咐, 他们便白饼在他面前, 他便吃了。 臣仆问他说, 你所行的是甚魔一死。 孩子活着的时候, 你尽是哭泣, 孩子死了, 你倒起来吃饼。 大卫说, 孩子还活着, 我尽是哭泣, 因为我说, 或者耶和华恩待我, 使孩子可以活着, 谁可说呢? 但如今孩子死了, 我何必进食呢? 我岂能使他返回呢? 我必往他那里去, 他却不能回我这里来。 大卫安慰他的七八十八, 与他同情, 他就生了儿子, 给他起名叫索罗门。 耶和华也喜爱他。 旧集先知, 拿单次他一个名字, 叫耶迪迪亚, 因为耶和华爱他。 约亚攻取亚门人的京城拉巴, 约亚打发使者去献大卫, 说, 我攻打拉巴, 取其水城。 现在你要聚集其余的军兵来, 安盈围攻这城, 恐怕我取了这城, 人就以我的名叫这城。 于是, 大卫聚集众军, 往拉巴去攻城, 就取了这城。 夺了亚门人之王所带的金冠冕, 旗上的金子众义他连德, 又欠着宝石。 人将这冠冕带在大卫头上。 大卫从城里夺了许多财物, 将城里的人拉出来, 放在巨下或铁爬下或铁斧下, 或叫他们经过烧砖炉。 大卫带亚门各城的居民都是如此。 其后, 大卫和众军都回耶路撒冷去了。 撒摩尔记下第十三章, 大卫的儿子亚沙龙有一个美貌的妹子, 名叫他妈。 大卫的儿子暗嫩爱他。 暗嫩为他妹子他妈忧急成病。 他妈还是处女, 暗嫩以为难向他行事。 暗嫩有一个朋友, 名叫约拿达, 是大卫长兄士米亚的儿子。 这约拿达为人极其狡猾。 他问暗嫩说, 你既是王的儿子, 为何一天比一天瘦弱呢? 你不告诉我吗? 暗嫩回答他说, 我爱我兄弟亚沙龙的妹子他妈。 约拿达说, 你不如躺在床上装病, 你父亲来看你, 就对他说, 求父叫我妹子他妈来, 在我眼前预备食物, 递给我吃, 使我看见, 好从他手里接过来吃。 于是暗嫩躺我装病。 王来看他, 他对王说, 求父叫我妹子他妈来, 在我眼前为我做两个饼, 我好从他手里接过来吃。 大卫就打翻人到宫里, 对他妈说, 你往你哥哥暗嫩的屋里去, 为他预备食物。 他妈就到他哥哥暗嫩的屋里, 暗嫩正躺我。 他妈团面, 在他眼前做饼, 且烤熟了。 在他面前, 将饼从奥里倒出来, 他却不肯吃。 阴嫩便说, 众人离开我出去吧, 众人就都离开他, 出去了。 暗嫩对他妈说, 你把食物拿进卧房, 我好从你手里接过来吃。 他妈就把所做的饼拿进卧房, 到他哥哥暗嫩那里。 拿着饼上前给他吃, 他便拉住他妈, 说, 我妹妹, 你来与我同情。 他妈回答他说, 我哥哥不要电污我, 在以色列中不当这样行。 你不要做这丑事, 你电污了我, 我何以掩盖我的羞耻呢? 你在以色列中也成了愚妄人, 你可以求王, 他必不禁止我归你。 但暗嫩不肯听他的话, 因比他力大, 就电污他与他同情。 随后, 暗嫩极其恨他, 那恨他的心比先前爱他的心更甚, 对他说, 你起来, 去吧。 他妈说, 不要这样, 你赶出我去的这罪比你才行得更重, 但暗嫩不肯听他的话, 就叫伺候自己的仆人来, 说, 将这个女子赶出去。 她一出去, 你就关门, 上栓。 那时, 他妈穿着彩衣, 因为处女的公主都是这样穿。 暗嫩的仆人就把她赶出去, 关门上栓。 他妈把灰尘洒在头上, 撕裂所穿的彩衣, 以手抱头, 一面行走, 一面哭喊。 他包凶压沙龙对他说, 莫非你哥哥暗嫩与你亲近了吗? 我妹妹, 你暂且不要作声。 他是你的哥哥, 不要将这事放在心上, 他妈就孤孤单单地住在他包凶压沙龙家里。 大魏王听见这些事, 就甚发怒。 压沙龙并不和他哥哥暗嫩说好说歹, 因为暗嫩垫辱他妹妹他妈, 所以压沙龙恨恶他。 过了二年, 在靠近以法连的巴黎下所, 有人为压沙龙剪羊毛, 压沙龙请王的众子与他同去。 压沙龙来见王, 说, 请看, 现在有人为仆人剪羊毛, 请王和王的臣仆与你仆人同去。 王对压沙龙说, 我儿, 我们不必都去, 恐怕使你耗费太多, 压沙龙再三请王, 王仍是不肯去, 只为他祝福。 压沙龙说, 王若不去, 求王许我哥哥哥暗嫩同去, 王说, 何必要他去呢? 压沙龙再三求王, 王就许暗嫩和王的众子与他同去。 压沙龙吩咐仆人说, 你们注意, 看暗嫩饮酒畅快的时候, 我对你们说杀暗嫩, 你们便杀他, 不要惧怕。 这不是我吩咐你们的吗? 你们只管壮胆奋勇。 压沙龙的仆人就照压沙龙所吩咐的, 向暗嫩行了。 王的众子兜起来, 个人骑上骡子, 逃跑了。 他们还在路上, 有风声传到大魏那里, 说压沙龙将王的众子都杀了, 没有留下一个。 王就起来, 撕裂衣服, 躺在地上。 王的臣仆也都撕裂衣服, 站在旁边。 大魏的长兄, 士米亚的儿子约纳达说, 我主, 不要以为王的众子少年人都杀了, 只有暗嫩一个人死了。 自从暗嫩垫辱压沙龙妹子他马的那日, 压沙龙就定义杀暗嫩了。 现在, 我主我王, 不要把这事放在心上, 一位王的众子都死了, 只有暗嫩一个人死了。 压沙龙逃跑了, 守望的少年人举目观看, 现有许多人从山坡的路上来。 约纳达对王说, 看哪, 王的众子都来了, 果然与你仆人所说的相合。 话才说完, 恰巧王的众子都到了, 放声大哭, 王和臣仆也都哭得渗痛。 压沙龙逃到基树王亚米乎的儿子达玛那里去了, 大卫天天为他儿子悲哀, 压沙龙逃到基树, 在那里住了三年。 安嫩死了以后, 大卫王得了安慰, 心里怯怯想念压沙龙。 撒摩尔记下第十四章, 习鲁雅的儿子约压, 知道王心里想念压沙龙, 就打发人往提格亚去, 从那里叫了一个聪明的妇人来, 对他说, 请你假装居丧的, 穿上校衣, 不要用高抹身, 要装作为死者许久悲哀的妇人。 进去献王, 对王如此如此说, 于是约压将当说的话, 教导了妇人。 提格亚妇人到王面前, 伏地叩拜, 说, 王啊, 求你拯救。 王问他说, 你有慎模式呢? 回答说, 婢女实在是寡妇, 我丈夫死了。 我有两个儿子, 一日在田间争斗, 没有人解劝, 这个就打死那个。 现在全家的人都起来攻击婢女, 说, 你将那打死兄弟的交出来, 我们好致死他, 偿他打死兄弟的命, 灭绝那承受家业的, 这样, 他们要将我剩下的炭火灭尽, 不与我丈夫留名留后在世上。 王对妇人说, 你回家去吧, 我必为你下令。 提格亚妇人又对王说, 我主我王啊, 愿这罪归我和我父家, 与王和王的魏武干。 王说, 凡难为你的, 你就带他到我这里来, 他必不再搅扰你。 妇人说, 愿王纪念耶和华你的神, 不许暴血仇的人施行灭绝, 恐怕他们灭绝我的儿子。 王说, 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启示, 你的儿子连一根头发也不置落在地上。 妇人说, 求我主我王荣婢女再说一句话, 王说, 你说吧。 妇人说, 王为何也起意要害神的民呢? 王不使那逃亡的人回来, 王的这话就是自证己错了。 我们都是必死的, 如同水泼在地上, 不能收回。 神也不偏待人, 却仍设法使逃亡的人不致成为赶出, 回不来的。 我来将这事告诉我主我王, 是因百姓使我惧怕。 婢女想, 不如将这话告诉王, 或者王成就婢女所求的。 人要将我和我儿子从神的地业上一同除灭, 王必听允就我脱离他的手。 婢女又想, 我主我王的话必安慰我, 因为我主我王能辨别是非, 如同神的神天使一样。 唯愿耶和华你的, 神与你同在。 王对妇人说, 我要问你一句话, 望你一点不要瞒我。 妇人说, 愿我主我王说。 王说, 你这些话岂不都是约压的主意吗? 妇人回答说, 我敢在我主我王面前启示, 我主我王的话正对, 不偏左右。 是王的仆人约压吩咐我的, 这些话都是他教导婢女的。 王的仆人约压如此行, 未要道出这话。 我主有智慧, 如神天使的智慧, 能知世上一切是。 王对约压说, 看啊, 如今我把智慧成全了, 你可以去, 把那少年人压杀龙带回来。 约压就面福于地叩拜, 称谢于王, 又说, 王既成全, 他仆人所求的, 你仆人今日知道我在我主, 我王眼前蒙恩啊。 于是, 约压起身往基数去, 将压杀龙带回耶路撒冷。 王说, 使他回自己家里去, 不要献我的面, 压杀龙就回自己家里去, 没有献王的面。 以色列全帝之中, 无人像压杀龙那样俊美, 得人的称赞, 从脚底到头顶, 毫无瑕疵。 他的头发甚重, 每到年底剪发一次, 所剪下来的, 暗王的平称一称, 众二百摄可乐。 压杀龙生了三个儿子, 一个女儿, 女儿名叫他玛, 是个容貌俊美的女子。 压杀龙住在耶路撒冷族有二年, 没有献王的面。 压杀龙打发人去叫约压来, 要托他去献王, 约压却不肯来。 第二次打发人去叫他, 他仍不肯来。 所以压杀龙对仆人说, 您看, 约压有一块田, 与我的田相近, 其中有大麦, 您去放火烧了, 压杀龙的仆人, 就去放火烧了那田。 于是约压起来, 到了压杀龙家里, 问他说, 你的仆人为何放火烧了我的田呢? 压杀龙回答约压说, 看啊, 我打发人去请你来, 好托你去献王, 替我说, 我为何从基数回来呢? 不如仍在那里, 现在要许我献王的面, 我若有罪, 任凭王杀我就是了。 于是约压去献王, 将这话奏告王, 他叫压杀龙来, 压杀龙来见王, 在王面前脸浮余地叩拜, 王就与压杀龙亲嘴。 撒摩尔记下第十五章, 此后, 压杀龙为自己预备车马, 又派五十人在他前头奔走。 压杀龙从早起来, 站在城门的道旁, 凡有争送要去求王判断的, 压杀龙就叫他过来, 问他说, 你是哪一城的人? 回答说, 你仆人是以色列某支派的人。 压杀龙对他说, 你的是有情有理, 无奈王没有伟人听你申诉。 压杀龙又说, 恨不得我作国中的逝师, 使凡有争送求审判的好到我这里来, 我便秉公判断。 若有人进前来要拜压杀龙, 压杀龙就伸手拉住他, 与他亲嘴。 以色列众人中, 凡去献王求判断的, 压杀龙都是如此待他们。 这样, 压杀龙暗中得了以色列人的心。 满了四十年, 压杀龙对王说, 求你准我往西伯伦去, 还我向耶和华所许的愿。 因为你仆人住在叙利亚的基数, 曾许愿说, 耶和华若是我再回耶路撒冷, 我必侍奉耶和华。 王说, 你平平安安地去吧, 压杀龙就起身往西伯伦去了。 压杀龙打发探子, 走遍以色列个支派, 说, 你们一听见号声就说, 压杀龙在西伯伦做王了。 压杀龙在耶路撒冷召了二百人与他同去, 都是成成实实去的, 并不知道其中的事情。 压杀龙献祭的时候, 打发人去将大卫的谋士, 基罗人亚西多福从他本城请了来。 于是, 叛逆的是派甚大, 因为随从压杀龙的人民日渐增多。 有人报告大卫说, 以色列人的心都归向压杀龙了。 大卫就对耶路撒冷跟随他的臣仆说, 我们要起来逃走, 不然都不能躲避压杀龙了, 要速速地去, 恐怕他忽然来到加害于我们用刀刃杀进河城的人。 王的臣仆对王说, 请看, 我主我王所定的, 仆人都愿遵行。 于是, 王带着全家的人出去了, 但留下十个妃嫔看守宫殿。 王出去, 众民都跟随他, 到了远地就住下了。 王的臣仆都在他面前过去。 基利提人, 比利提人, 就是从加特跟随王来的六百人, 也都在他面前过去。 王对加特人以太说, 你是外邦逃来的人, 为什么与我们同去呢? 你可以回去与新王同住, 或者回你本地去吧。 你昨日才来, 我今日怎好叫你与我们一同漂流, 没有一定的住处呢? 你不如带你的弟兄回去吧。 愿, 耶和华用慈爱诚实带你。 以太对王说, 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 又在我主我王面前起誓, 无论生死, 我主我王在哪里, 你仆人也必在哪里。 大魏对以太说, 你前去过河吧, 于是加特人以太带着跟随他的人和所有的妇人孩子就都过去了。 本地的人都放声大哭, 众民进都过去, 王也过了吉伦西, 众民往旷野去了。 看啊, 撒都和台, 神约贵的立位人也一同来了, 将神的约贵放下。 亚比亚他上来, 等着众民都从城里出来过去。 王对撒都说, 你将神的约贵台回城去。 我若在耶和华眼前蒙恩, 他必使我回来, 再见约贵和他的居所。 倘若他说, 我不喜悦你, 看啊, 我在这里, 愿他凭自己的意志待我。 王又对祭司撒都说, 你不是先线吗? 你可以安然回城, 你儿子亚西玛斯和亚比亚他的儿子约拿丹, 都可以与你同去。 我在旷野的平原那里, 等你们报信给我。 于是, 撒都和亚比亚他将神的约贵台回耶路撒冷, 他们就住在那里。 大卫蒙头赤脚上橄榄山, 一面上一面哭, 跟随他的人也都蒙头哭着上去。 有人告诉大卫说, 亚西多福也在叛党之中, 随从压沙龙, 大卫祷告说, 耶和华啊, 求你使亚西多福的计谋便为余桌。 大卫到了山顶, 就是他敬拜神的地方, 县亚基人护筛, 衣服撕裂, 投蒙灰尘来迎接他。 大卫对他说, 你若与我同去, 避雷坠我。 你若回城去, 对亚沙龙说, 王啊, 我愿做你的仆人, 我向来做你父亲的仆人, 现在我也照样做你的仆人, 这样, 你就可以为我破坏亚西多福的计谋。 祭司撒都和亚比亚, 他岂不都在那里吗? 你在王宫里听见圣魔, 就要告诉祭司撒都和亚比亚他。 看啊, 撒都的儿子亚西玛斯, 亚比亚他的儿子约拿丹, 也都在那里。 凡你们所听见的, 可以托这二人来报告我。 于是, 大卫的朋友互筛进了城, 压沙龙也进了耶路撒冷。 撒摩尔记下, 第十六章, 大卫刚过山顶, 县米飞, 波涉的仆人, 喜巴拉着备好了的两匹驴, 驴上驮着二百面饼, 一百葡萄饼, 一百个夏天的果饼, 一匹带酒来迎接他。 王问喜巴说, 你带这些来是什么意思呢? 喜巴说, 驴是给王的家眷齐的, 面饼和夏天的果饼是给少年人吃的, 酒是给在旷野疲乏人喝的。 王问说, 你主人的儿子在哪里呢? 喜巴对王说, 看啊, 他仍在耶路撒冷, 因他说, 以色列家今日必将我父的国归还我。 王对喜巴说, 看啊, 凡属米飞, 波涉的都归你了。 喜巴说, 我恳求我主我王, 愿我在你眼前蒙恩。 大魏王到了巴护林, 见有一个人出来, 是扫罗族基拉的儿子, 名叫世美。 他一面走一面咒骂, 又拿石头砍大魏王和王的臣仆, 众鸣和勇士都在王的左右。 世美咒骂说, 你这留人血的笔列之子啊, 去吧去吧。 你留扫罗全家的血, 接许他作王, 耶和华把这罪归在你身上, 耶和华将这国交给你儿子压沙龙。 现在你自取其货, 因为你是留人血的人。 西鲁亚的儿子亚比筛对王说, 这死狗岂可咒骂我主我王呢? 求你容我过去, 割下他的头来。 王说, 西鲁亚的儿子, 我与你们有何关涉呢? 由他咒骂吧, 因耶和华曾对他说, 你要咒骂大魏, 如此, 谁敢说你为什么这样行呢? 大魏又对亚比筛和他的众臣仆说, 看啊, 我亲生的儿子尚且寻缩我的性命。 何况这便雅米人呢? 由他咒骂吧, 因为这是耶和华吩咐他的。 或者, 耶和华献我遭难, 为我今日被这人咒骂, 耶和华就施恩于我。 于是, 大魏和跟随他的人往前行走。 是美在大魏对面山坡, 一面行走, 一面咒骂, 又拿石头砍他, 拿土养他。 王和跟随他的众人, 皮皮乏乏地到了一个地方, 就在那里歇息歇息。 压沙龙和以色列众人来到耶路撒冷, 亚西多福也与他同来。 大魏的朋友亚籍人护筛去献压沙龙, 对他说, 愿, 神庇佑我亡。 愿, 神庇佑我亡。 压沙龙问护筛说, 这是你恩代朋友吗? 为什么不与你的朋友同去呢? 护筛对压沙龙说, 不然, 耶和华和这民, 并以色列众人所拣选的, 我必归顺他, 与他同住。 再者, 我当服侍谁呢? 我岂不当服侍前王的儿子吗? 我怎样服侍你父亲, 也必照样服侍你。 亚沙龙对亚西多福说, 你们出个主意, 我们怎样行才好? 亚西多福对亚沙龙说, 你副所留下看守宫殿的妃嫔, 你可以与他们亲近。 以色列众人听见你父亲憎恶你, 凡归顺你人的手就更坚强。 于是, 人为亚沙龙在宫殿的瓶顶上支搭帐篷, 亚沙龙在以色列众人眼前, 与他父的妃嫔亲近。 当那些日子, 亚西多福所出的主意, 好像人问神的话一样, 他昔日给大卫, 今日给亚沙龙所出的主意, 都是这样。 撒摩尔记下第十七章, 亚西多福又对亚沙龙说, 求你准我挑选一万二千人, 今夜我就起身追赶大卫。 趁他疲乏手软, 我忽然追上他, 使他惊慌, 跟随他的民币都逃跑, 我就单杀王一人, 使众民都归顺你。 你所寻找的人既然死了, 众民就如已经归顺你, 这样也都平安无事了。 亚沙龙和以色列的长老, 都以这话为美。 亚沙龙说, 要照亚基人护筛来, 我们也要听他怎样说。 护筛到了亚沙龙面前, 亚沙龙向他说, 亚西多福是如此如此说的, 我们照着他的画形可以不可以。 若不可, 你就说吧。 护筛对亚沙龙说, 亚西多福这次所定的谋不善。 护筛又说, 你知道, 你父亲和跟随他的人 都是勇士, 现在他们心里恼怒, 如同田野丢幼熊的母熊一般, 而且你父亲是个战士, 必不和民一同住宿。 他现今或藏在坑中 或在别处, 若有人首先被杀, 凡听见的必说, 跟随亚沙龙的民被杀了。 虽有人胆大如狮子, 他的心也必全然融化, 因为以色列人都知道 你父亲是英雄, 跟随他的人也都是勇士。 依我之计, 不如将以色列众人 从但直到别是吧, 如同海边的沙那样多 聚集到你这里来, 你也亲自率领他们出战。 这样, 我们在何处遇见他, 就下到他那里, 如同露水下在地上一般, 连他带跟随他的人, 一个也不留下。 并且, 他若进了哪一座城, 以色列众人必带绳子去, 将那城拉到河里, 甚至连一块小石头都不剩下。 亚沙龙和以色列众人说, 亚籍人护筛的计谋 比亚西多福的计谋更好, 这是因, 耶和华定义破坏亚西多福的良谋, 耶和华为要降祸与亚沙龙。 护筛对祭司撒都和亚比亚他说, 亚西多福为亚沙龙和以色列的长老 所定的计谋是如此如此, 我所定的计谋是如此如此。 现在你们要急速打发人去, 告诉大卫说, 今夜不可住在旷野的平原, 速速过河, 免得亡河跟随他的人都被吞灭。 那时, 约拿丹和亚西马斯在尹罗杰那里等候, 不敢进城, 恐怕被人看见。 有一个使女出来, 将这话告诉他们, 他们就去报信给大卫王。 然而, 有一个男童看见他们, 就去告诉亚沙龙。 他们急忙跑到巴护林某人的家里, 那人院中有一口井, 他们就下到井里。 那家的妇人用盖盖上井口, 又在上头铺上碎麦, 是就没有泄露。 亚沙龙的仆人来到那家, 问妇人说, 亚西马斯和约拿丹在哪里? 妇人说, 他们过了河了, 仆人找他们, 找不着就回耶路撒冷去了。 他们走后, 二人从井里上来, 去告诉大卫王说, 亚西多福如此如此定计害你, 你们误要起来, 快快过河。 于是, 大卫和跟随他的人都起来, 过约淡河。 到了天亮, 无一人不过约淡河的。 亚西多福见不依从他的计谋, 就背上驴, 归回本城, 到了家, 留下一盐, 便吊死了, 葬在他父亲的坟墓里。 大卫到了马哈念, 亚沙龙和跟随他的以色列人, 也都过了约淡河。 亚沙龙丽亚马撒做元帅, 代替约亚。 亚马撒是以色列人以特拉的儿子, 以特拉曾与拿霞的女儿亚比该亲见, 这亚比该与约亚的母亲西鲁亚是姊妹。 这样, 以色列和亚沙龙都安营在激烈地。 大卫到了马哈念, 亚门族的拉巴人拿霞的儿子朔比, 罗底巴人亚米利的儿子马吉, 激烈的罗基林人巴西来, 带着床, 盘, 碗, 瓦器, 小麦, 大麦, 麦面, 炒骨, 豆子, 红豆, 炒豆, 蜂蜜, 奶油, 绵羊, 奶饼, 攻击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吃, 他们说, 民在旷野, 必饥可困乏了。 撒摩尔记下, 第十八章, 大卫数点跟随他的人, 立千夫长, 百夫长率领他们。 大卫打发军兵出战, 分为三队, 一队在约亚手下, 一队在西卢雅的儿子, 约亚兄弟亚比筛手下, 一队在加特人以太手下。 大卫对军兵说, 我必与你们一同出战。 军兵却说, 你不可出战, 若是我们逃跑, 敌人必不介意, 我们阵亡一半, 敌人也不介意。 但现在你一人指, 我们万人, 你不如在城外帮助我们。 王向他们说, 你们以为怎样好, 我就怎样行。 于是王站在城门旁, 军兵按摆或按千出去了。 王主妇约亚, 亚比筛, 以太说, 你们要为我的缘故宽带那少年人压沙龙。 王为压沙龙主妇中江的话, 兵都听见了。 兵就出道田野迎着以色列, 在以法连树林里交战。 以色列人被杀在大魏的仆人面前, 那日阵亡的甚多, 共有二万人。 因为在那里四面打仗, 死于树林的比死于刀剑的更多。 亚沙龙遇见大魏的仆人。 亚沙龙骑着骡子, 从大橡树密枝底下经过, 他的头发被树枝绕住, 就挂起来, 所骑的骡子便离他去了。 有个人看见, 就告诉约亚说, 请看, 我看见亚沙龙挂在橡树上了。 约亚对报信的人说, 你既看见他, 为什么不将他打死落在地上呢? 你若打死他, 我就赏你十摄克乐银子一条袋子。 那人对约亚说, 我就是得你一千摄克乐银子, 我也不敢伸手害王的儿子, 因为我们听见王嘱咐你和亚比筛病一态说, 你们要谨慎, 不可害那少年人压沙龙。 我若妄为害了他的性命, 就是你自己也必与我为敌, 原来无论何事都瞒不过王。 约亚说, 我不能与你流连, 约亚手拿三杆短枪, 趁亚沙龙在橡树上还活着, 就刺投他的心。 给约亚拿盔甲的十个少年人围绕亚沙龙, 将他杀死。 约亚吹号拦阻众人, 他们就回来, 不再追赶以色列。 他们将亚沙龙丢在林中一个大坑里, 上头堆起一大堆石头。 以色列众人都逃跑, 各回各家去了。 亚沙龙活着的时候, 在亡谷立了一根石柱, 因他说, 我没有儿子为我留名, 他就以自己的名称, 那石柱叫亚沙龙帝, 直到今日。 撒都的儿子亚细马斯说, 容我跑去, 向耶和华向仇敌给王报仇的信息, 报与王志。 约亚对他说, 你今日不可去报县, 改日可以报县, 因为今日王的儿子死了, 所以你不可去报县。 约亚对古诗人说, 你去将你所看见的告诉王, 古诗人在约亚面前下败, 就跑去了。 撒都的儿子亚细马斯又对约亚说, 无论怎样, 求你容我随着古诗人跑去, 约亚说, 我儿, 你报这信息, 既不得赏赐, 何必要跑去呢? 他又说, 无论怎样, 我要跑去。 约亚说, 你跑去吧, 亚细马斯就从平原往前跑, 跑过古诗人去了。 大卫正坐在城瓮里, 守望的人上城门楼的顶上, 局目观看, 现有一个人独自跑来。 守望的人就大声告诉王, 王说, 他若独自来, 必是报口信的, 那人跑得渐渐尽了。 守望的人又现一人跑来, 就对守城门的人说, 又看见有一人独自跑来, 王说, 这也必是报信的。 守望的人说, 我看前头人的跑法, 好像撒都的儿子亚细马斯的跑法一样。 王说, 他是个好人, 必是报好信息。 亚细马斯向王呼叫说, 平安了, 就在王面前脸浮余地叩拜, 说, 耶和华你的, 神是应当称颂的, 因他已将那举手攻击我主我王的人, 交给王了。 王问说, 少年人压杀龙, 平安不平安, 亚细马斯回答说, 约压打发王的仆人, 和你的仆人亚细马斯, 那时我听见众民大声喧哗, 却不知道是甚麽事。 王说, 你退去, 站在旁边, 他就退去, 站在旁边。 又见古诗人也来道, 说, 有信息报给我主我王, 耶和华今日向一切兴起攻击你的人, 给你报仇了。 王问古诗人说, 少年人压杀龙, 平安不平安。 古诗人回答说, 愿我主我王的仇敌, 和一切兴起要杀害你的人, 都与那少年人一样。 王就心里伤痛, 上城门楼去哀哭, 一面走一面说, 我儿压杀龙啊, 我儿, 我儿压杀龙啊, 请愿神使我替你死, 压杀龙啊, 我儿, 我儿, 撒摩尔记下, 第十九章, 有人告诉约鸦说, 看哪, 王为压杀龙哭泣悲哀, 众民听说王为他儿子忧愁, 他们得胜的欢乐却变成悲哀, 那日众民暗暗地进城, 就如败阵逃跑, 惭愧的民意般。 王蒙着脸, 大声哭号说, 我儿压杀龙啊, 压杀龙, 我儿, 我儿啊, 约鸦进去献王, 说, 你今日使你一切仆人脸面惭愧了, 他们今日救了你的性命, 和你儿女妻妾的性命, 你却爱你的仇敌, 恨你的朋友, 你今日明明地不以降帅, 仆人未念, 我今日看明, 若压杀龙活着, 我们都死亡, 你就喜悦了, 现在你荡出去, 安慰你仆人的心, 我指着, 耶和华启示, 你若不出去, 今夜必无一人与你同在一处, 这祸患就比你从幼年到如今所遭的更甚, 于是王起来坐在城门口, 他们告诉众民说, 王正坐在城门口, 众民就都到王面前, 以色列已经逃跑, 各回各家去了, 以色列众支派的人纷纷议论说, 王曾救我们脱离仇敌的手, 又救我们脱离非力士人的手, 现在他躲避压杀龙逃走了, 我们高压杀龙治理我们, 他已经阵亡, 现在为什么不出一眼请王回来呢? 大魏王差人去县祭司撒都和亚比亚他, 说, 你们当向犹大长老说, 以色列众人已经有话请王回宫, 你们为什么落在他们后头呢? 你们是我的弟兄, 是我的骨肉, 为什么在人后头请王回来呢? 也要对亚玛萨说, 你不是我的骨肉吗? 我若不立你替约压长做元帅, 愿神重重地降伐于我, 如此就挽回犹大众人的心, 如同义人的心, 他们便打发人去献王, 说, 请王和王的一切臣仆回来, 王就回来, 到了约旦河, 犹大来到吉甲, 要去迎接王, 请他过约旦河, 巴护林的汴雅敏人, 吉拉的儿子, 世美急忙与犹大人一同下去, 迎接大魏王, 跟从世美的有一千遍雅敏人, 还有扫罗家的仆人喜巴, 和他十五个儿子, 二十个仆人, 他们都渡过约旦河迎接王, 有百渡的小船过去, 渡王的家眷, 任王使用, 王要过约旦河的时候, 吉拉的儿子, 世美就俯伏在王面前, 对王说, 我主我王出耶路撒冷的时候, 你仆人行叛逆的事, 现在求我主, 不要因此加罪于仆人, 不要纪念, 也不要放在心上, 你仆人明知自己有罪, 所以看啊, 约瑟全家之中, 近日我首先下来迎接我主我王, 西鲁雅的儿子亚比塞说, 是美济咒骂, 耶和华的受高者, 不应当致死他吗? 大魏说, 西鲁雅的儿子, 我与你们有何关设, 使你们今日与我反对呢? 今日在以色列中, 岂可治死人呢? 我岂不知, 今日我做以色列的王吗? 于是王对世美说, 你必不死, 王就向他启示, 扫罗的孙子米妃波舍也下去迎接王, 他自从王去的日子, 直到王平平安安地回来, 没有修脚, 没有剃胡须, 也没有洗衣服, 他来到耶路撒冷迎接王的时候, 王问他说, 你非波舍, 你为什么没有与我同去呢? 他回答说, 我主我王啊, 我的仆人欺哄了我, 你仆人本事说, 我要被驴骑上与王同去, 因为你仆人是瘸腿的, 他又在我主我王面前, 毁谤你的仆人, 然而我主我王如同神的天使一般, 在你眼中看怎样好, 就怎样行吧, 因为我祖全家的人, 在我主我王面前都算为死人, 你却使你仆人在王的席上同仁用餐, 既是这样, 我向王还能便理夙缘吗? 王对他说, 你何必再提你的事呢? 我说过, 你与洗八均分地土, 你非波舍对王说, 我主我王既平平安安地回宫, 就任凭洗八都取了也可以, 激烈人巴西来从罗基林下来, 要送王过约旦河, 就与王一同过了约旦河, 巴西来年纪老迈, 已经八十岁了, 王住在马哈念的时候, 他就拿食物来供给王, 他原是大富户, 王对巴西来说, 你与我同去, 我要在耶路撒冷那里养你的老, 巴西来对王说, 我在世的年日还能有多少, 使我与王同上耶路撒冷呢? 我现在八十岁了, 还能辨别善恶吗? 你仆人还能尝出饮食的滋味吗? 还能听男女歌唱的声音吗? 你仆人何必累赘我主我王呢? 你仆人只要送王过约旦河, 王何必赐我这样的恩典呢? 求你准你仆人回去, 我好死在我本城, 葬在我父母的墓旁。 这里有王的仆人金罕, 让他同我主我王过去, 可以随意带他。 王说, 金罕可以与我同去, 我必照你的心愿带他。 你向我求圣魔, 我都必为你成就。 于是, 众民过约旦河, 王也过去。 王与巴西来亲嘴, 为他祝福, 巴西来就回本地去了。 王过去, 到了吉甲, 金罕也跟他过去。 犹大众民和以色列民的一半, 也都送王过去。 不料, 以色列众人来见王, 对他说, 我们弟兄犹大人, 为神魔暗暗送王和王的家眷, 并跟随王的人过约旦河。 犹大众人回答以色列人说, 因为王与我们是近亲, 你们为何因着是发怒呢? 我们吃了王的圣魔呢? 王赏赐了我们圣魔呢? 以色列人回答犹大人说, 暗支派, 我们与王有十分的勤奋, 在大卫身上, 我们也比你们更有勤奋。 你们为何藐视我们, 请王回来不先与我们商量呢? 但犹大人的话比以色列人的话更硬。 撒摩尔记下第二十章, 在那里恰巧有一个比列之子, 名叫士巴, 是遍雅敏人比基利的儿子。 他吹号, 说, 我们与大卫无分, 与耶稀的儿子无赦, 以色列啊, 你们各回个家去吧。 于是, 以色列人都离开大卫, 跟随比基利的儿子士巴。 但犹大人从约旦河直到耶路撒冷, 都紧紧跟随他们的王。 大卫王来到耶路撒冷, 进了宫殿, 就把从前留下看守宫殿的十个妃嫔, 禁闭在冷宫, 养活他们, 不与他们亲近。 他们如同寡妇被禁, 直到死的日子。 王对亚玛萨说, 你要在三日之内将犹大人招聚了来, 你也回到这里来。 亚玛萨就去招聚犹大人, 却单言过了王所献的日期。 大卫对亚比塞说, 现在恐怕比基利的儿子是巴加亥与我们比亚杀龙更甚。 你要带领你主的仆人追赶他, 免得他得了坚固城, 躲避我们。 约亚的人和基利提人, 比利提人, 并所有的勇士都跟着亚比塞从耶路撒冷出去追赶比基利的儿子是巴。 他们到了鸡变的大盘石那里, 亚玛萨来迎接他们。 那时, 约亚穿着战衣, 腰束配刀的袋子, 刀在窍内, 约亚前行, 刀从窍内掉出来。 约亚左手拾起刀来, 对亚玛萨说, 我兄弟, 你好啊, 就用右手抓住亚玛萨的胡子, 要与他亲嘴。 亚玛萨没有防备约亚手里所拿的刀, 约亚用刀刺入他的肚腹, 他的肠子留在地上, 没有再刺他, 就死了。 约亚和他兄弟亚比塞往前追赶比基利的儿子是巴。 有约亚的一个少年人站在亚玛萨师身旁边, 对众人说, 谁喜悦约亚, 谁归顺大位, 就当跟随约亚去。 亚玛萨在道路上滚在自己的鞋里, 那人县重民经过都站住, 就把亚玛萨的尸身从路上挪到田间, 用衣服遮盖。 尸身从路上挪移之后, 众民就都跟随约亚去追赶比基利的儿子是巴。 他走遍以色列格支派, 直到亚伯, 又到伯玛家, 并比利人的全地, 那些地方的人也都聚集跟随他。 约亚和跟随的人到了伯玛家的亚比拉, 围困是巴, 就对着城柱磊, 磊就立在壕中, 跟随约亚的重民, 用锤撞城, 要使城塌陷。 有一个聪明妇人从城上呼叫说, 听啊, 听啊, 请约亚进前来, 我好与她说话。 约亚就进前来, 妇人问她说, 你是约亚不是? 她说, 我是, 妇人说, 求你听婢女的话, 约亚说, 我听。 妇人说, 古时有长话, 说, 当先在亚比拉求问, 然后是就定妥。 我在以色列是和平, 忠厚人中的一个, 你寻所要毁坏这城, 灭绝在以色列的母, 你为何要吞灭耶和华的产业呢? 约亚回答说, 我绝不吞灭毁坏。 乃因以法连山地的一个人, 比基利的儿子是巴, 举手攻击大卫王, 你们若将他一人交出来, 我便离城而去, 妇人对约亚说, 看啊, 那人的手机必从城墙上丢给你。 妇人就凭他的智慧去劝众人, 他们便割下比基利的儿子是巴的手机丢给约亚。 约亚吹号, 众人就离城而散, 各归各家去了。 约亚回耶路撒冷, 到王那里。 约亚做以色列全军的元帅, 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亚统侠基利提人和比利提人, 亚多兰掌管福苦的人, 亚西律的儿子约沙法做使官, 是法座书记, 撒都和亚比亚他做祭司长, 一二人以拉做大卫的宰相。 撒摩尔记下第21章, 大卫年间有饥荒, 一连三年, 大卫就求问耶和华。 耶和华说, 这饥荒是因扫罗和他流人血之家杀死鸡变人。 王召了鸡变人来, 向他们说话, 原来这鸡变人不是以色列人, 乃是亚摩利人中所剩的。 以色列人曾向他们启示, 不杀灭他们, 扫罗却为以色列人和犹大人发热心, 想要杀灭他们。 大卫便对鸡变人说, 我当为你们怎样行呢? 可用圣魔赎罪使你们为耶和华的产业祝福呢? 即便人对他说, 我们和扫罗与他家的事并不关乎金银, 也不要因我们的缘故在以色列杀一人。 大卫说, 你们怎样说, 我就为你们怎样行。 他们对王说, 那从前谋害我们, 要灭我们, 使我们不得再住以色列境内的人。 现在愿将他的子孙七人交给我们, 我们好在耶和华面前, 将他们挂在耶和华拣选扫罗的基比亚, 王说, 我必交给你们。 王因为曾与扫罗的儿子约拿丹指着, 耶和华启示结盟, 就爱惜扫罗的孙子, 约拿丹的儿子米菲波社不交出来, 却把爱亚的女儿利斯巴, 给扫罗所生的两个儿子亚摩尼, 米菲波社和扫罗女儿米甲, 给米和拉人巴西来儿子亚德烈所生的五个儿子, 交在鸡变人的手里, 鸡变人就把他们在耶和华面前挂在山上, 这七人就一同死亡。 被杀的时候正是收割的日子, 就是动手割大脉的时候。 爱亚的女儿利斯巴用麻布在磐石上搭棚, 从动手收割的时候直到天降雨在尸身上的时候, 日间布隆空中的雀鸟落在尸身上, 夜间不让田野的走兽前来遭剑。 有人将扫罗的飞皮爱亚女儿利斯巴所行的这事告诉大卫。 大卫就去, 从雅比基列人那里将扫罗和他儿子约拿丹的海骨搬了来, 是因菲利斯人从前在基里波杀扫罗将尸身挂在泊山的街道上, 雅比基列人把尸身偷了去。 大卫将扫罗和他儿子约拿丹的海骨从那里搬了来, 又收敛被挂七人的海骨。 将扫罗和他儿子约拿丹的海骨葬在汴雅敏的喜拉, 在扫罗父亲基氏的坟墓里, 众人行了往所吩咐的。 此后, 神垂听国民所求的。 菲利斯人又与以色列打仗, 大卫带领他的仆人下去与菲利斯人接战。 大卫就疲乏了。 巨人的一个儿子已使比诺要杀大卫, 他的铜枪中三百射克勒又陪着心刀。 但席鲁雅的儿子亚比筛帮助大卫攻打菲利斯人将他杀死。 当日, 跟随大卫的人向大卫启示说, 以后你不可再与我们一同出战, 使你不致熄灭以色列的灯。 后来, 以色列人在哥伯与菲利斯人打仗, 护杀人西比该杀了巨人的一个儿子撒夫。 又在哥伯与菲利斯人打仗, 伯利恒人亚雷厄尔金的儿子伊勒哈南杀了加特人哥利亚的兄弟。 这人的枪杆粗如织布的鸡肘。 又在加特打仗, 那里有一个身量高大的人, 手脚都是六指, 共有二十四个指头, 他也是巨人的儿子。 这人向以色列骂赠, 大卫的哥哥士米亚的儿子约拿丹就杀了他。 这四个人是加特巨人的儿子, 都死在大卫和他仆人的手下。 撒摩尔记下第二十二章, 当耶和华救大卫脱离一切仇敌和扫罗之手的日子, 他向耶和华念这事, 说耶和华是我的岩石, 我的山寨, 我的救主, 我的神, 我的磐石, 我所投靠的。 他是我的盾牌, 是拯救我的脚, 是我的高台, 是我的避难所。 我的救主啊, 你是救我脱离强暴的。 我要求高荡赞美的耶和华, 这样我必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 曾有死亡的波浪环绕我, 不敬钱之人的急流使我惊惧。 地狱的愁苦缠绕我, 死亡的网罗临到我。 我在急难中呼求, 耶和华向我的神呼求。 他从殿中听了我的声音, 我的呼求入了他的耳中。 那时因他发怒, 地就摇汗颤抖, 天的根基也震动摇汗。 从他鼻孔冒烟上腾, 从他口中发火焚烧, 连碳也啄了。 他又使诸天下垂, 亲自降临, 有黑暗在他脚下。 他坐着基禄帛飞行, 他曾在风的翅膀上显现。 他以黑暗和聚集的水, 天空的厚云, 为他四围的行攻。 因他面前的光辉探斗啄了。 耶和华从天上打雷, 至高者发出声音。 他射出箭来, 使仇敌刺散, 发出闪电, 使他们扰乱。 耶和华的斥责一发, 鼻孔地气一出, 海底就出现, 大地的根基也显露。 他从高天伸手抓住我, 他把我从多水中拉上来。 他救我脱离我的劲敌, 和那些恨我的人, 因为他们比我强盛。 我遭遇灾难的日子, 他们来攻击我。 但耶和华是我的依靠。 他又领我到宽阔之处, 他就把我, 因他喜悦我。 耶和华按照我的公义报答我, 按照我手中的清洁赏赐我。 因为我遵守了耶和华的道, 未曾作恶离开我的神。 他的一切典章藏在我面前, 他的律力我也未曾离弃。 我在他面前也为正直, 保守自己远离我的罪孽。 所以, 耶和华按我的公义, 按我在他眼前的清洁赏赐我。 慈爱的人, 你以慈爱代他, 正直的人, 你以正直代他。 纯洁的人, 你以纯洁代他, 乖僻的人, 你以厌恶代他。 困苦的百姓, 你必拯救, 但你的眼目, 查看高傲的人, 使他降卑。 耶和华啊, 你是我的灯, 耶和华必照明我的黑暗。 我借着你冲破敌军, 借着我的, 神跳过墙远。 至于, 神, 他的道是完全的, 耶和华的话是炼镜的。 凡投靠他的, 他便做他们的党牌。 除了, 耶和华, 谁是, 神呢? 除了我们的, 神, 谁是磐石呢? 神是我力量和全能, 他使我的路完全。 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 又使我在我的高处安稳。 他教导我的手能以征战, 甚至我的绑臂能开刚弓。 你把你的救恩给我做盾牌, 你的温和使我为大。 你使我脚下的地步宽阔, 我的脚未曾滑跌。 我追赶我的仇敌, 灭绝了他们, 未灭已先, 我没有归毁。 我灭绝了他们, 打伤了他们, 使他们不能起来, 他们都倒在我的脚下。 因为你曾以力量束我的腰, 使我能征战, 你也使那起来攻击我的, 都服在我以下。 你把我仇敌的景象交给我, 叫我能以灭绝那恨我的人。 他们仰望, 却无人拯救, 就是呼求, 耶和华, 他也不应远。 我捣碎他们, 如同地上的灰尘, 践踏他们, 四散在地, 如同街上的泥土。 你救我脱离我百姓的征镜, 保护我做一郊之民的元首, 我素不认识的民, 必侍奉我。 外邦人要投降我, 一听见我的名声, 就必顺从我。 外邦人要衰残, 战战兢兢地出他们的隐蔽之地。 耶和华是活, 神, 愿我的磐石被人称颂。 愿, 神那拯救我的磐石被人尊宠。 这位, 神就是那为我申冤, 使众民服在我以下的。 你救我脱离仇敌, 又把我举起, 高过那些起来攻击我的。 你救我脱离强暴的人。 耶和华啊, 因此我要在一交民中称谢你, 歌颂你的名。 耶和华是他所立的王的救恩台, 施慈爱给他的受高者, 就是给大卫和他的后裔直到永远。 撒摩尔记下第二十三章, 以下是大卫末了的话, 耶稀的儿子大卫得居高位, 是雅各, 神所高的, 做以色列的美歌者, 说, 耶和华的, 灵急着我说, 他的话在我口中。 以色列的, 神, 以色列的磐石小于我说, 那必以公义治理人民的, 敬畏, 神指掌权柄。 他必向日出的晨光, 如无云的清晨, 雨后的晴光, 使地长出嫩草。 我家在, 神面前并非如此, 神却与我立永远的约。 这约凡事兼文, 关乎我的一切救恩, 和我一切所向往的, 他岂不为我成就吗? 但比列之子, 都必向荆棘被丢弃, 因人不能用手拿他们。 拿他们的人, 必带铁器和枪杆, 终究他们必在原处被火烧箭。 大卫勇士的名字记在下面, 他革门人约瑟巴赦, 又称伊斯尼人亚底诺, 他是军长的统领, 一时举枪击杀了八百人。 其次是亚和亚人朵朵的儿子, 以利亚萨。 从前非利士人聚集要打仗的时候, 以色列人都离开去了, 有跟随大卫的三个勇士向非利士人骂朕, 其中有以利亚萨。 他起来击杀非利士人, 直到手臂疲乏, 手粘煮刀吧。 那日, 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大获全胜, 众民在以利亚萨后头, 专夺财物。 其次是哈拉人亚基的儿子沙玛。 一日, 非利士人聚集成军, 在一块藏满红豆的地里, 众民就在非利士人面前逃跑。 沙玛却站在那地中间击杀非利士人, 守住了那地。 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大获全胜。 收割的时候, 有三十个勇士中的三个人, 下到亚杜兰洞见大卫。 非利士的军兵, 在立发阴谷安营。 那是大卫在山寨, 非利士人的防营在伯利恒。 大卫可想, 说, 甚愿有人将伯利恒城门旁, 井里的水打来给我喝呀。 这三个勇士, 就闯过非利士人的军队, 从伯利恒城门旁的井里打水, 拿来奉给大卫。 他却不肯喝, 将水垫在耶和华面前。 说, 耶和华呀, 这三个人冒死去打水, 这水好像他们的血一般, 我断不敢喝, 如此, 大卫不肯喝。 这是三个勇士所做的事。 习卢雅的儿子, 约压的兄弟亚比塞, 是这三个勇士的首领。 他举枪杀了三百人, 就在三个勇士里得了名。 他在这三个勇士里, 是最尊贵的, 所以做他们的首领, 只是不及前三个勇士。 有贾薛勇士耶和耶大的儿子, 比拿雅行过大能的事, 他杀了两个像狮子的磨牙人, 又在下雪的时候下坑里去, 杀了一个狮子, 又杀了一个强壮的埃及人。 埃及人手里拿着枪, 比拿雅只拿着棍子下去, 从埃及人手里夺过枪来, 用那枪将他杀死。 这是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所行的事, 就在三个勇士里得了名。 他比那三十个勇士都尊贵, 只是不及前三个勇士, 大魏立他做护卫长。 三十个勇士里, 有约亚的兄弟亚撒黑, 伯利恒人朵多的儿子, 伊勒哈南。 哈绿人沙玛, 哈绿人以利加, 帕勒提人希利斯, 提戈亚人一级的儿子伊拉。 亚拿突人亚比以谢, 护沙人弥本乃。 亚和亚人撒门, 尼陀法人马哈兰。 尼陀法人巴拿的儿子希利, 变雅敏族, 基比亚人历拜的儿子以太。 比拉顿人比拿雅, 加十西人西太。 伯亚拉巴人亚比亚本, 巴鲁米人亚斯玛弗, 杀本人以利亚哈巴, 亚善儿子中的约拿丹。 哈拉人沙玛, 哈拉人沙拉的儿子亚西安。 马家人亚哈拜的儿子以利法列, 基罗人亚西多福的儿子以莲。 加密人希斯莱, 亚巴人帕莱。 索巴人拿丹的儿子以甲, 加德人巴尼。 亚门人喜乐, 比路人拿哈来, 是给西鲁亚的儿子约亚拿盔甲的。 以铁人以拉, 以铁人加利。 赫人乌利亚, 共有三十七人。 撒末尔记下, 第二十四章。 耶和华又向以色列发怒, 就激动大卫对他们说, 去数点以色列和犹大。 大卫就对跟随他的元帅鱼鸭说, 你去走遍以色列众之派, 从但直到别是罢, 你们数点百姓, 我好知道百姓的数目。 鱼鸭对王说, 无论百姓多少, 愿耶和华你的神在加增百倍, 使我主我王亲眼得现。 我主我王, 何必喜悦行这事呢? 虽是如此, 王的命令胜过约亚合众军长。 约亚合众军长就从王面前出去, 数点以色列的百姓。 他们过了约旦河, 在加德河中, 城的右边亚罗尔安营, 与雅蟹相对。 又到了激烈和他亭河市地, 又到了旦亚安, 绕到西顿。 来到推罗的宝障, 并惜为人和迦南人的各城, 又到犹大南方的别市巴。 他们走遍全地, 过了九个月零二十天, 就回到耶路撒冷。 约亚将百姓的总数奏告于王, 以色列拿刀的勇士有八十万, 犹大有五十万。 大卫数点百姓以后, 就心中自责, 祷告, 耶和华说, 我行得这是大有罪了。 耶和华啊, 现在求你除掉你仆人的罪孽, 因我所行得甚是愚昧。 大卫早晨起来, 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加德, 就是大卫的先见, 说, 你去告诉大卫, 说, 耶和华如此说, 我有三样灾, 随你选择一样, 我好将于你。 于是, 加德来献大卫, 对他说, 你愿意国中有七年的饥荒呢? 是在你敌人面前逃跑, 被追赶三个月呢? 是在你国中有三日的瘟疫呢? 现在你要揣摩思想, 我好回复, 那拆我来的。 大卫对加德说, 我甚为难, 我们愿落在耶和华的手里, 因为他有丰盛的怜悯, 我不愿落在人的手里。 于是, 耶和华将瘟疫于以色列, 自早晨到所定的时候, 从但直到别是巴, 民间死了七万人。 天使向耶路撒冷伸手要灭城的时候, 耶和华后悔, 就不降者灾了, 便对灭民的天使说, 够了。 你住手吧, 那时, 耶和华的天使在耶布斯人亚劳拿的河场旁边。 大卫看见灭民的天使, 就祷告, 耶和华说, 我犯了罪, 行了恶, 但这群羊做了慎魔呢? 愿你的手攻击我和我的副驾。 当日, 迦德来献大卫, 对他说, 你上去, 在耶布斯人亚劳拿的河场上为耶和华住一座坛。 大卫就照着迦德凤耶和华明所说的话上去了。 亚劳拿观看, 献王和他臣仆前来, 就迎接出去, 脸浮余地, 向王下拜。 说, 我主我王为何来到仆人这里呢? 大卫说, 我要买你这河场, 为耶和华住一座坛, 使民间的瘟疫止住。 亚劳拿对大卫说, 我主我王, 你喜悦用肾魔就拿去陷阱。 看啊, 这里有牛可以做凡戒, 有打凉的器具和套牛的鳄可以当柴烧。 王啊, 这一切, 我亚劳拿都奉给你, 又对王说, 愿耶和华你的神悦纳你。 王对亚劳拿说, 不然, 我必要按着价值向你买, 我不肯用白德之物做凡戒献给耶和华我的。 神大卫就用五十社克勒银子买了那何尝与牛。 大卫在那里为耶和华住了一座坛, 献凡戒和平安记。 如此, 耶和华垂听国民所求的瘟疫, 在以色列中就止住了。 伍佛来的油温子时候, 在阴宾有了一座坛, 有了过来的影响杀从中介绍你和安排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